她是奇遇的老婆 也是一拳中实力最牛的英雄 感受到妹妹吹雪遭受攻击 她第一时间火速赶来 刚刚还高高在上的女王 此刻已经慌得一批 她控制奴隶蜂拥而上 自己则是火速逃离战场 面对这些杂鱼烂虾 龙卷一挥手就将他们拍在了墙上 抠都抠不下来 然而此时王者画红出现了 虽然画红有点扭曲 但依然顶不住她是我们的老婆呀 龙卷及时的赶到成功消灭了怪人部队 在一番交谈后 她又踏空出发了 看着姐姐的背影 吹雪的内心 此刻或许很难受吧 从小的时候 她就一直当不了第一 头脑 体力 良好的悟性 才像上与生俱来的超能力 她本该是站在顶峰的那一个 但正是因为有了她紧接的存在 她才一直活在别人的阴影中 可她并不知道的是 早在18年前 曾经有个叫爆破的家伙 救下了身处地牢的龙卷 你是谁 我叫爆破 是个从事英雄活动的人 英雄是什么 虽说是英雄 但平时也有好好的在工作 英雄什么的 只是个兴趣罢了 话说 你为什么不使用力量 我使不出来 说谎可不好 挺好了 为了今后的你 我必须告诉你一件事 千万不要认为 关键时刻 会有人帮你